第三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超联赛第十七轮的一场比赛 由深圳队坐镇主场 迎战来访的上海海港 小球 李扬传得很隐蔽 奥斯卡往中间推 漂亮 巴尔加斯进入射程 直接打一脚 打在利路上 无来 没有 把好节奏点 奥斯卡先看这脚球啊 改叛了 中路投球 二连 巴尔加斯再来一球 魏明哲 奥斯卡 右脚再传 奥斯卡状态太好了 王神超 一比零 开场六分钟 王神超打进个人赛季第四球 奥斯卡今天开场之后 像神一样 再来看 奥斯卡一拿球 没有约位啊 没有约位 这个球太精彩了 奥斯卡 他这个视野和他的这个想象力 在中超无人能及 奥斯卡又来了 再往中间传 乌磊 背身 转身了 乌磊再推 单刀球 巴尔加斯打门 巴尔加斯运气太差了 杜月正抢断了位阵 杜月正右脚的射门 又直射 球出底线了 角球 右脚 掉到左侧 投球 看V2去了 深圳队友可能要获得点球吗 张立鹏在进区里边是不是抢投球有犯规啊 看看啊 这个角度可能会比较清楚 第一下起跳 哦 第一下是不是直接砸到张立鹏的右手上 第二下反弹下来 他的左手没问题 第一下又没有手球 老波找了一个更清楚的镜头 哇 那这个要点球的 王靖看完视频回放 比完手势 点球 深圳队获得点球 先看这个点球 张立鹏面对严峻林 张立鹏大门 一比一平 上场比赛41分钟 深圳队扳平比分 深圳队扳平比分 张立鹏打进啊 值得尊敬啊 这帮深圳队队员 之前好像江志鹏说过 我们这个赛季呢 这个回撤 进攻有力 巴尔加斯长传打乌磊 乌磊有没有越位 助理他班提前没有举起 乌磊到禁区里 乌磊一对一 乌磊看看怎么处理 横敲 有机会奥斯卡停 打门 二比一 四十八分钟 奥斯卡破门了 这个赛季奥斯卡 在联赛里边的 第五个进球了 刘祝润是从哪一个 位置回来接球的 需要再看一下 乌磊这一下 最终是没什么问题了 奥斯卡很隐蔽 停 停大呢 实际上有点 让出脚更快 停的稍微有些大 这是奥斯卡的 顶级处理球能力 奥斯卡 徐欣在推身后 看个这次 李帅 李帅能不能把球送好 到门前 乌磊 三比一 这个球呢 李帅 球送到门前 乌磊从后点插上来 到前点一个攻门 把球打进啊 三比一 再来看一下这球 李帅 带球杀到进去里边 乌磊突然杀出来 投球顶到了 这是乌磊的投球 顶到了 圆敏诚的大腿上 弹进了球门 从乌磊这个射门的方向来看的话 这应该最终会算乌龙 圆敏诚如果不碰的话 进不去 但是这球怪不得 圆敏诚啊 他跟到位置上 肯定也反应不过来了 打到了圆敏诚的 右侧内部啊 弹进大门 现在突然停了下来啊 李扬这次打身后 找李帅 李帅插上 左脚看看 船中质量 乌磊 漂亮 72分钟 乌磊又进球了 又是乌磊和李帅连线 本来很慢的节奏 中场都不 感觉不踢了 然后突然一个长传打到身后 李帅传 乌磊看这包抄 太精彩了 这就圆敏诚跟不住也没办法 乌磊启动这一下确实太快 而且本身进攻队员就更主动嘛 乌磊的右脚的外脚背 一个波射把球打进 不踢了 那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啊 最终比分定格为4比1 上海海港在课长取得一场大赦